11月6日,杨子迎来自己30岁生日,已经出道22年的杨子,有代表作有人气,还有很多人喜欢他,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,真的很厉害。 杨子在娱乐圈出了名的好人员,拍戏的时候就连合过的群演也对其大赞有加,而杨子在30岁生日也收获了大量的祝福,工作室恰点为其庆祝,希望未来的杨子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,去过好每一天,也希望杨子能够不断突破边界,在作品中历练更好的自己。 工作室的祝福很美好,但是工作室的配图依然一言难尽,工作室的审美还是那么的独特,除了工作室外,李宪连续五年为杨子庆生,也是让网友大呼般配。 李宪和杨子是同学,后来又一起合作了亲爱的,热爱的,当初磕两人CP也是磕得红红火火,两人也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,大大方方,不必闲,在娱乐圈中,无论是男男CP,还是男女CP, 合作完之后,根本不敢提对方,像李宪杨子这样的,真的太棒了。 除李宪外,乔欣的祝福也从来不会缺席,乔欣不仅送上了祝福,还晒出为杨子庆生的合照,更是配文,我想我会一直陪着你,谁看了不说一句,如果杨子是男的,乔欣是不是就嫁了? 乔欣和杨子的友情始于欢乐颂,想当年欢乐颂蒋心刘涛一对,乔欣杨子一对,没想到,最后蒋欣和刘涛会闹的, 老子不相往来,希望乔欣杨子有意长存,今年杨子生日,好闺蜜张一山却缺席,好朋友刘学义也没有动静,这是避嫌了吗? 近几年,张一山发展得越来越不如意,没有好的作品,如果不是因为童星出道积累的知名度,都快查无此人了, 前一段时间,更是关于他的谣言满天飞,而留学义过生日,杨子为其庆祝,因为一张照片,杨子被骂惨,有时候避嫌,也是对对方的一种保护 评论 感谢观看